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说 中国今后几年将开征房产税 因为它有四大好处 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 请看天天头条 新华王 今天有篇长文章叫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 一共有七篇七章 第一是开创性的领导人 第二是伟大斗争中形成党的核心 第三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 就是说里面透露一些消息 不管多晚你给他把文件送到他办公桌上 只要晚上十一点十二点送去 第二天早上就拿回批件 证明他的工作很忙 另外是有担当的国家改革战略发展战略家 另外是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 另外是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 就他出国访问有时候早上八点出门 晚上一点才能回来 这很忙 大家都看见了 第七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另外是这个中宣部部长 这有一篇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 黄部长 黄部长说什么呢 叫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在这里也是讲参加一个 黄部长参加一个国际智库论坛 在中国北京举行的 他有上面有发言 那么在还有这是全国人大 香港特别行政局基本法委员会主任 李飞出席香港特区成立二周年的一个讲话 讲在国家宪法和基本法下 香港作为国家特别行政局的角色 与使命的全文 另外是经济日报李飞说了 二三条由于没有立法 那不良的影响 大家都看到了 香港的港府是责务旁贷 要解决这个问题 文汇报 那么林郑叶娥 香港的特首说了 明白一个国是根 才能享受两制之力 讲得非常好 文汇报 中联办主任 在王志明说 向港区人大宣讲十九大 澎湃外交部 回应关于中联部部长 松涛访问朝鲜一事 说中朝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符合双方的利益 联合早报 那么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讲到关于朝鲜问题呢 中国会议是双暂停和双轨并行 双暂停就是说你不能说你让朝鲜不要再试验了 不搞核试验了 但是呢你那方面也应该停止军事演习啊 不要广教一头做那头不做 这不行的啊 陈德里也是同样报道 中国时报 那么这是巴拿马的总统 到中国来访问啊 他是这个驻中国大使馆开幕式啊 在奋行一个中国的立长 那么他叫瓦雷拉啊 瓦雷拉今天要见国家主义习近平新大日报 那么这是建交后的首度访问啊 巴拿马的总统啊 这是他这个巴拿马驻北京 驻中国的大使馆的这个升旗仪式啊 中国外长也参加了 另外环球时报啊 这个巴拿马首次首位驻华大使说 巴拿马来了就不会离开了 中国时报中巴推进自由贸易协定 共享一带一路带来的红利 另外是国家主义习近平和沙特国王通了电话 通电话文化报告新岛对报道 深化合作的决心不变啊 沙特现在比较忙一些啊 跟周边有点紧张 另外他在反腐抓了很多人 明报报道中非中国和菲律宾声明 要探讨这个南海合作开发 李克强总理说了 要倡用做五年到十年计划 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 新岛日报也是 中非的声明是南海的形势更加去稳定 另外是大根猫 菲律宾总统说 我将回报中国所做的一切 另外他把一个反恐步枪又回送给中国 因为这支部枪打死了一个恐怖分子的头头 这是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生产的 中国的利器 那么这是中国商务部 中国原界菲律宾马尼拉桥梁和借读中心的项目 启动一事在菲律宾的马尼拉 举行这马尼拉当地的报道 新报报道 哎呦你看菲律宾这一年有多大的变化 菲律宾的经济增长 6.9%将成为亚洲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估计他的央行要有些收紧政策 是不是要加息呢 亚洲周刊有文章 是东南亚告别了连美至中的策略 他发现连美至中根本走不通 所以要调整这是俄罗斯的报道 法国的前总理欧盟需要类似于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 来建立与非洲的伙伴关系 也想学学中国 但问题是欧洲的钱不太够用 比较紧张亚洲周刊 习近平特朗普最佳拍档 中美共治全球 这是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是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谢芬 有篇文章叫Stronger的概念 就是更紧密的合作也讲中国和世界各国各地的合作 另外是金融时报 中国央行向金融体系住了3100亿人民币 另外是台湾的旺报报道 大陆的银行又搞压力测试 那么房企可能有金钱的荒 就是钱比较紧张 流动性差一点 文汇报 那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启凡说 他说外汇储备应该交财政不还 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另外是金融时报 黄启凡说了几年内将开征房产税 不是十年后是几年内 为什么呢 他有四大好处 那么不会拖得太久的这个事情 所以你赶快把手上的多余的房子卖卖 第二个防止这个控制房地产的炒作 另外房地产的资源更好的配置 增加更多的租房 另外是减轻这个地方政府 对这个土地拍卖的依赖 好 先去看天天副事会 小酒的宝庭静默无人的老街 她的故事没人了解 我经过闹事喧嚣在原地大圈 等待你再次出现 和你打个照面 回忆曾经的床中 有你的画面 将心埋在了记忆中 你发现了没有 很多的报刊听在悄悄的消失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转过来看电视 有报天天读 乖乖回来 继续读报 中国海军首次参加印度洋的多边演习 请看天天说 观察者 中国的海军首次派舰艇参加印度洋的海军论台和多边演习是在孟加拉举行 但是这个印度啊也有派啊大家一起去印度洋 中国时报 中国的东风41战略导弹超威猛啊 一枚就可以毁掉一个国家 这是环球时报的总编啊 目睹这个中国最强的利器 那么什么数据呢 他关键一个弹火箭可以带6到10枚弹头 射程是15000公里 那么这是很厉害 那么这是大安公报 中国2025年实现亚轨道太空旅行 以后你可以上去玩玩啊 有钱的话 经济报 内地的将可燃兵列为第17 不是173种的矿种 一个新的矿种 开采要交矿总费啊 要交矿费 新大日报啊福布斯 中国的富豪榜排名啊 重新调整 第一名是许家印 第二名马化腾 第三马云 然后是王健林 王伟 王卫 然后是杨慧妍 何祥健 李彦宏 丁磊 还有李舒福 另外是李彦宏 吃了牛肉干了什么的 他这个无人驾驶 有一张告票告他 哎 这次不简单啊 你看 这有人拍到他自己开无人驾 啊在北京啊开车的情况 另外是大众汽车华尔街日报说投资是120亿美元在中国研发40款的电动车 这是新明星杂志啊说2025年大众汽车啊福斯瓦根要投资 另外是台湾啊中国时报减碳还要等八年你看环保署是太慢了啊批评环保署这是中新华网 第一批中央中央的环保都查八个省份共问责1140人啊环球时报有报道啊 另外啊这个就是有关的报道啊有1000个啊这个有关这个环环境污染要承担责任啊负责 这就是时报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承诺将在2030年淘汰用煤电厂啊就用煤具发电要淘汰啊共同王 那么国际组织肯定中国和印度的减排努力啊那么预计呢气温的升幅会往下调一点 啊澎湃外交部说美国国会机构指控中国媒体从事啊这个报从事啊从事情报宣传啊这是子虚无有啊瞎说啊这不对的不要瞎说德国之声啊那么欧安组织现在出面叫停啊说 不要用Foreign Engine的这个词来说人家传媒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和俄国啊把人家那个报纸电视都叫成 Foreign Engine的就是外国传媒这就称情报机构将来生产这个办事所以比较难办啊路透社但是最西方出面喊话啊 明报报道 好那么有一个士兵超过三八线朝鲜人啊跑到这个韩国中了五枪但是呢枪子弹找出来 同时在他肚子里找出27厘米的寄生虫那大夫没见过啊你说这个也是香港的检查部门发现了一个叫孔雀牌的啊这个米粉 他里面的一个重金属啊单位呢操标啊要注意啊这个孔雀牌的米粉 值得说看一看怎么回事啊经济报香港的瑞银的前副董事啊受贿啊判三年半香港法治很严大啊 哎呀木加倍啊这是津巴不韦啊有人说政变了有人说没政变反正是总统呢被部队啊给软禁起来了 软禁起来但是总统的房子你看多漂亮啊他这个房子叫蓝屋 但是木加倍坚决反对辞职而且在他的总统府建了陆军司令和南非的特使看见没有大家还请亲热的和照影和照相 哎这是什么事啊但是呢美国现在不说是不是政变啊为了将来搞关系要一早早说政变你和新政府怎么打交道啊美国看见没有变了政策了啊 所以但是津巴不韦发生这个兵变啊比特币的钱炒到1.35万美元你敢炒吧我可不敢炒这个啊另外是文汇报所以美国不说是政变留一手 嗯另外是这是新闹日报 柬埔寨的高级法院减散了反对党为首相的大选除去障碍啊另外是反对党被减散的洪森连认为劲敌了啊没有劲敌了联合早报和大公报都有报道 节目在首相说明年大选如期举席啊 啊黎巴嫩辞职那个总理呢星期六到巴黎要见马格龙那么到底他这个什么情况是呆在法国部回来还要回黎巴嫩呢这都是个疑问 这是每日劲爆啊讲什么呢 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没达到目标 这为什么呢因为默克尔现在组织联合政府 别人的关于这个难民申请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现在很担心如果联盟达不成德国又要重新选举 但是明报报道这是特雷沙美英国首相他否认给伊朗还款来换取伊朗释放公民他把人的钱扣了那么长时间当然要还的嘛对吧这是无可置疑的 现在有人传说美国国务卿又要换人了啊 那么换谁呢有人猜可能是中清局的局长 另外是经济日报共和党有的议员也反对税改你看他不支持特朗普同一个党的华盛顿 那是不是应该开除他的党籍呢 纽约时报讲这个高盛等大的投资银行的他们涉嫌分享客户的信息干什么的里面操控美国债券的拍卖 这华尔街日报啊已经有人举报了 那那么韩国时报 文在寅啊就韩国总统的秘书呢 这个田先生被检方盯上了他宣布辞职为什么呢可能有受贿的问题 或者是韩联网 韩联网说跟韩国和加拿大签订货币互换嫌递不限期啊不限额啊 韩国时报有报道 卫报啊华尔街见门都是讲 注意啊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呢可能会减持 包括清仓油气股为什么呢 油价气价都降价了嘛所以不赚钱所以要抛掉啊金融时报 那么沙特被捕的那些腐败者如果交70%以上的财富呢 可以换取自由那么沙特政府预计可以因此而收到上千亿美金的财务 但这消息是真的吗打工报加州那个行凶的枪手他们打死四个人吗 他行凶前天已经把他老婆打死了 所以后来他上街随意杀人呢 就是多杀一个算一个大概这么个思想啊 不过他也被打死了 美国有一个族群叫阿米西人其实就瑞士的德国人啊他们说的是美国的德语 他们的基因发生突变寿命会延长十年他们就过简单生活不看电影不看电视 这个完全是很原始的生活啊 信报 公安部建网站全球追索失窃的文物 哎这就是孔雀牌 这个 东莞米粉啊他这个格超标要小心啊你别吃吃了麻烦 明报大公报 瑞银啊说香港在大湾区的地方是 地位是难替代的啊 香港的失业率降到3%是19年的最低 啊另外是货柜码头上可以盖房的建筑师说是技术可行的 以后咱们买个货柜码头上的房子试试 广告回来继续读吧 茅台酒变液体货币 请看天天焦点 啊这是华尔街见闻啊 今天早晨啊由于新华社和茅台集团啊相继表态 茅台酒的这个开盘的大跌3%但依然啊 在690多啊690多块钱啊 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就是因为 经济日报讲茅台的股价呢突破700块钱啊 那么市值呢达到了9000亿人民币 那么投行纷纷上调目标价格 但是啊官媒还有茅台集团都说不要 盲目的跟风啊 但是我总觉得袁仁国董事长在那笑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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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出牙我看见了啊 但是人民日报海外就有专门一篇文章分析 9000亿的市值是什么概念啊 啊那么这就是他是万科的2.83倍格力的3.27倍 啊一立的4.86倍中性的5.68倍 三一中工的14倍 注意这就是经人观点茅台酒货币化反射一个叫资产荒的现象 资产荒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都想投资但是买房子要限购啊没法买了那么买汽车要限购啊没法买了 那酒不限购于是人们就买这说明了大家投资资本失去方向找不到好的资产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茅台这只股票啊 他的昨天因为他的股价上到719块钱 大家知道A股上500的几乎没有啊 这茅台能上到719块钱这里面而且他的市值就冲破了9000亿 那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看一下他的就按巴菲特的概念啊要价值投资 那么这只股票呢在16年内他的资产收益每年都是增加10% 哪个增加10%每年是10% 关键他的利润增加了50倍注意他上市16年来利润增加50倍 关键是很多上市公司不分红啊 茅台他是年年分红年年分红那只股票有派息股啊多好 而且每年的分就累计的分红已经达到430亿人民币要舍得分红啊 另外是很多这个私募机构也好是公募机构也好 他那种投资机构都把茅台酒厂作为一个优质资产 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长期持有 刚才我讲了因为 你投资房子房子限购也不能买了对吧汽车限购汽车也不能保存升值 你买个高级手表过5年他按那个价钱就卖不出去但是酒不一样 那么我们只说一下茅台著名的这个品牌他的飞天牌 飞天牌茅台就是那个仙女扇花那个标记啊 那么他的年产多少只有3万吨 那么他的产量是有限大家知道物以稀为贵 那时候我们干脆别的地方也生产这个飞天行不行 注意你要喝出飞天的那个味必须在 茅台镇旁边有个赤水河那个赤水河沿着茅台镇周边 10公里长的地方 他的水他的气候 他的自然环境 才能让出这种飞天牌的茅台 别的地方复制复制不了 ぁ我们和过很多很 Shimani 这个不一样的 那麼现在茅台就有人建业就给茅台集团建议 说你增加点代理啊 是不能卖了更多点把降下来 今年三个季度 茅台久的国内代理 增也了27% 共达到了2965个代理 那么国外代理也增加了22% 达到了104个代理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个大的环境就是 还是很多投资找不到好的东西 那么这名茅台还是个有价值的投资对象 这也是中国的量 决定的国际的价 看见中国人的消费口味决定的投资的方向 所以我们今天写个字 大家知道写个什么字呢 你不知道 我告诉你 液体的液过去有金属货币 也有纸币 但现在会不会有液体货币呢 好 明天回来继续给大家 对不起 周末休息两天 周一回来继续给大家 周末周一见 目打孛 明镜 Truth 明镜 copper 明镜 Supreme 明镜 legitim 明镜及创造成